嗯 各位好 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基础程式设计 那我们这一次介绍的是 西语言 那呃电脑呢 是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软 呃一个硬体 那在这些硬体上面必须要有软体去执行 他那软体的话就是由人类 所去撰写的这个指令 然后呢让电脑去执行这些动作 然后按照我们写的程式呢 好做判断 把人呢 好比较 这个不想要去做的这些复杂索碎的事情呢 集结成这个指令哦 让电脑去执行 让电脑呢快速的帮我们处理这些 繁锁的事情 好那电脑呢 好里面呢用的 在执行的软体 我们称之为电脑的程式 叫做computer program 那他是一连串的这些指令呢 好所集结起来 那被处理的对象 我们称之为资料 那电脑的程式设计者呢 好设计出电脑的这个 呃指令 让他做一连串的动作 好组装起来之后呢 就会变成是我们知道的这个软体 好比如说 Excel Word 然后这些帮我们做文书 处理的软体 都是属于很多 组合起来之后的一个软体这样 那摩尔定律的话 好他指的就是说 因为电脑硬体的发展 大概每隔这个 一两年的时间呢 那电脑的硬体呢 齁 速度就会变快很多 那加快很多之后呢 齁 那原本的软体执行的时间 就会大幅度的缩短 所以 最近人工智慧之所以这么热门 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 硬体的这个效能的提升 把过往呢 需要很长时间计算的这个部分呢 把它时间缩短 那我们来看一下电脑的架构 都可以看一下好 这边资料的输输入 啊输入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键盘啊滑鼠啊 这些都是属于input的部分 然后呢 中间这一格呢 齁各位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电脑的主机 电脑的主机 那底下这一块呢 是CPU的部分 那CPU里面又包含两个单元 一个叫控制单元 那一个叫做 算数逻辑单元 那算数逻辑单元就是负责做 运算的 做这个数学运算 或者是这个逻辑判断 然后呢 控制单元的部分呢 是要控制电脑的周边 那像这个储存体呀 输出入的部分呢 是由控制单元来做控制 那储存体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 primary storage 指的就是我们的记忆体 主记忆体 然后再来呢 是secondary 那 我们知道的就是硬碟 那硬碟随着时代的演变 从早期的传统硬碟到现在呢 是叫SSD 然后输出的部分呢 各位把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输出到 印表机 输出到荧幕 这些都是属于输出 所以他就是整个电脑架构 大概包含这一些 好 那程式员的发展其实是 最早期呢 哦 是机器语言 哦 那在那个年代的话 在1946年的时候 他就是以很多开关所组成 好 那机器语言到最后 他其实就是零跟一啊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右上角这边 哦 这是机器语言的这个模样 写起来就是一堆零跟一的组合 所以要这样子写 基本上电脑才看得懂 可是呢要人去写这样的程式 大概没有几个人可以办得到 所以比机器语言要稍微好一点点的部分呢 就是用这个组合语言 Assembly 那组合语言呢 他是接近人一点 可是他也是很这个枯燥 哦 因为他的指令都很很简单 所以程式设计时要花很长的时间 去把这些指令呢 哦 这个 完成 所以他在写的时候呢 也是要花不少时间 然后呢 这个组合语言的话 他会先透过组合语言的语法 写好之后经过主意器 那我们这边叫做Assembler 经过主意器做这个转译的动作 把它变成是电脑可以执行的机器语言 虽然呢 这个组合语言对人来讲 他比较容易看得懂一点 但是呢他其实最终还是要被尖 被转译成这个机器语言电脑才有办法执行 那高阶语言呢 就是为了加快哦 这个软体的开发 哦 程式的撰写 所以呢他设计出这个 比较接近人在用的 那他呢 在单一的叙述里面 我们叫Statement 在单一的叙述里面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好让程式设计师呢 用这个 很接近日常英文的这个用语呢 来 转写程式 所以让电脑可以这个 很快的 我们在转写软体的时候可以把它完成 那他在 写高阶语言的时候 他要经过一个编译器 在做坎拍了 经过编译器呢 把它转译成这个 这个机器语言 所以他可以做过 透过这个转译的程式呢 把这个接近人在使用英文撰写的这个语法呢 转换成机器可以执行的 的这个机器语言 好那把这个高阶语言转成这个 机器语言呢要花一些时间 因为中间有要经过几个动作 经过转换这样 好那直译器呢 各位可能在某一些 城市语言里面会看到这个东西 比如说Python 还有早期的Basic 它都是属于直译器 那直译器的意思就是说 你指令打下去 它马上执行 中间没有经过 统合编译的这个过程 但是它执行速度呢 会比较慢一点 为什么 因为它你下一个指令 它马上执行 可是它整体运算起来速度是比较慢的 因为你整体都编成机器语言 去让电脑执行的速度会比较快一些 好那在脚本语言 scripting language 的部分 就像JavaScript 那跟PHP呢 也是都经过直译器来处理 这些是属于脚本语言 那细语言呢 它是由B和BCPL所这个结合开发出来的 好那在细语言的部分呢 因为它的细语言的特性呢 它在不同的作业系统上 或者是我们称之为硬 硬体平台上会有这个差异 所以它必须要分开写 也就是同一个功能 它要写好几次 举例来讲 在Mac的电脑上 因为Mac它是一个封闭型的系统 的硬体开发呢 有别于微软的这个Intel系列 所以呢 在像微软啊 还有这个Mac啊 跟大家比较陌生的Linux呢 它都有不同的这个作业系统在上面运行 同样的功能 你可能在这样的平台要分开写 所以要写很多次 可是这样子会严重影响到我们在开发软体的时候的一个使用度 它的可用性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就 附现了一个所谓标准版的C 那它标准版的C最最主要的作用是希望呢 大家能够在 这样子的一个开发标准底下去开发出来一个 软体之后 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去执行它 所以呢 现在它就是这个透过西语言的这个标准呢 来让大家呢去 进行这个软体的设计 好 那在1989年的时候呢 美国国家标准局呢 就做了一个 整理哦 那由这个国际标准组织哦 ISO 那推行出一个 版本叫C99这样子的一个西语言的标准版 然后呢 那经过时间的推移呢 硬体各方面还有软体 还有系统开发相关的一些技术的延伸 这些标准呢 在最近呢 又推出新的一个 西语言的一个标准 叫C11 那是这是呢 目前最新的一个版本 那西语言里面有一个标准韩式库 其实很多城市员都有他自己的韩式库 那西语言的这个标准韩式库里面 他其实就是把一些大家比较常用的韩式呢 或者是模组 或者城市片段呢 把它集结起来 那让所有需要用到的人都去用 比如说你只是要把资料印出来 显示给使用者看 那这样子这样子一个单纯的功能 基本上所有人都会用到 那就不用每一个人都自己去写一个 所以他就开发了一个标准韩式库让你去 引用他 那你就不用全部都重写 好 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 所谓的软体在用的一个好处 一个人写了 然后其他人去引用他 用的都很开心 所以当一个城市可以被写成的时候 基本上 会包含几个 构成的要件 其中一个呢 是西语言里面的标准韩式库所提供的韩式 另外一个是 你在开发系统的时候 你需要用到的韩式自己撰写的 是你自己的 那另外有一些呢 这个其他人所撰写的这个 呃韩式呢 你把它拿来用 比如说 这个有人呢 假设有人开发了一个画这个统计图的这个韩式 那你只要把它拿来运用就好了 你就不用自己重新写一个 画韩式的一个 这个功能出来 所以有一些是别人所开发提供的 那你可以去用它 你自己也可以开发属于你自己要用的韩式 再来就是 基本的作用 基本的用途的这些 韩式呢 可以用西语言的标准韩式库来做 那你自己建的韩式库的好处 当然是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跟需求去开发 那缺点的话 你就是要花很多时间来设计 除此之外呢 你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去做争措 因为你程式写好之后 你的韩式呢 你要做好 良善的规划去做 各种测试资料 进去去看看你的这个韩式呢 有没有Bug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那西加加呢 是另外一种程式语言 它是由貝尔实验室所开发出来的 它以西为基础去开发 那它增加了很多新的功能 让西语言的这个弹性呢 变得更好一些 所以它提供了这个物件导向程式设计的一个语法 那这次是 西加加的一个好处 那除此之外呢 城市语言还有包含这个Object C 这个在 Mac的电脑上面 开发软体都是用这种语言Object C 那还有微软的这个C-Sharp 还有这个Java PHP Java呢 现在已经被Oracle买走了 那PHP是写网页的时候在用 那JavaScript呢也是目前比较应用在这个网页开发 还有一些互动 这个网页互动上面的一些应用 那西语言的开发环境呢 包含这一些 西语言在开发的时候 城市要去撰写 要有一个写的地方 那我们就是编辑器啦 那写完之后呢 城市语言跟标准还是酷 把它组成 结合起来之后 那它在整个 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有六个阶段 第一个是编辑 就是你要有个地方 开档开始写 那这个写的工具 叫做编辑器 那你在这个地方做编辑的动作 那接下来呢 就做前置处理 那你写到 呃完成了 我就开始做前置处理 前置处理 处理完之后进行编译 编辑完之后做连结 那连结完之后 你程式要执行的时候 会进行载入的动作 那载入呢 是把它放到记忆体里面去执行 那最后呢 是执行 所以从这边 各位可以看到这几个阶段 撰写的时候 你把程式呢 储存起来 就会放在硬碟里面 然后前置处理的时候 这个编译器呢 他会先把这个程式呢 在真正进行编译之前 会做一些处理 然后呢 再来就是把它编译 编译完之后呢 变成是 可执行的这个执行码 好 那这变成执行码之后呢 就要做连结器 去把它连结起来 因为你有引用到一些 标准韩式库啊 或者其他的这个 使用到的 呃元件 我就把它 连结起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的编译器 有这个好 在 这学期会用到的这个 编译器呢 是用GCC 那编译器的部分呢 有很多 Visual Studio Nordpad Atom SublineTest 这些都可以 甚至你用 记事本 也可以写 只是呢 那个工 工具的使用上面 就是不太顺手 那我会用的部分呢 我会在后续的 课程里面介绍的 用Visual Studio Code COD Code 程式编译完之后呢 他会做 程式编辑 程式编辑完之后就开始 下指令去执行编译的动作 他编译器会把 C语言变成机器码 机器码 也称之为目的码 因为他最后是要交给电脑去执行 然后他中间有一个过程 就是pre-process pre-processor 去做这个 编译前的这个前段动作 然后呢 把它编译完 变成这个 机器语言 第四阶段的部分呢 是做连接 linking 把一些 使用到的这个参照啊 还有相关的韩式啊 比如说标准韩式库啊 或者是你 特别去定义的 私有韩式库的韩式 跟资料呢 把它连接起来 然后呢 做linking的动作之后呢 完成之后就可以得到 目的码 这个我们叫 机器语言 所以他就会变成是一个 可执行的印象档 executable image 进入到我们这个 要执行的时候 那执行的时候呢 所有的软体要执行 都必须要放在记忆体里面 所以他第一个动作 load in load in 就是把它载入到记忆体里面 放到记忆体里面之后呢 他会从程式的 这个开头 去执行他 你要先把程式呢 载到记忆体里面去 所以把 载入的概念就是 从硬碟把它放到主记忆体 这个动作叫载入 那执行的话就是 CPU直接去记忆体里面抓 好 速度比较快 所以执行的时候呢 好 CPU去 这个 记忆体 去抓取资料 执行 执行程式的这个指令跟运算 这个 逻辑运算 或者是算数运算 好 那经过前面几个动作呢 好 这个 在撰写的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程式设计师 没有考量到一些状况 比如说 有一个部分呢 是使用者输入一些资料 然后他做除法运算 可是呢 如果说 使用者输入的是零 那你把零拿来当除数的时候 就会出错 因为我们在算数 这个算数运算上面不能除以零 所以就会出现错误 那出现错误之后 你接下来就是做一些修正 这个动作我们称之为debug 就出错 所以真正可以用是在开发 撰写软体 撰写程式 测试 征错 修复 然后再测试 不断的测试 一直到 在你所有准备的测试资料里面 他都不会出错了 才算是告一个段落 但不代表他一定没有错 只是在你准备的资料里面 目前是OK的这样 好 那在 在细语源里面 都有输入跟输出 那我们在细语源里面 输入的部分 标准输入我们叫做 STDIN 它Standard Input String 那输出的部分呢 是 STDOUT 就是Standard OutputStream 输入跟输出 那接下来呢 好介绍一下作业系统 那作业系统是 比如说 各位比较熟知的 有Mac 还有做 还有这个微软的 这个Windows 那另外一个就是 Open Source 比较 这个陌生的 叫做Linux 好 那作业系统的部分呢 他提供使用者 还有应用程式的开发者 跟系统管理员呢 一个很方便的一个环境 其实呢 各位可以把它想象成是那个 我们的政府 政府管理很多资源 好 那在政府里面 他有一些 机关团体可以去用 这些 这些呢都是要透过政府来操作 所以这是作业系统的部分 好 那作业系统呢 他可以提供应用程式呢 更安全 更有效率的去执行他 好 那软体呢 在作业系统里面的 元件 这个称之为核心 Kernel 所以目前呢 流行的这个桌上型的 作业系统 桌 桌机 我们一般称之为桌机 他的作业系统呢 有Linux Windows 跟MacOS 这些都是属于 这个作业系统的一种 那作业系统呢 不限只有在这个 桌上型电脑 还包含这个 手机行动装置都算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说 我们目前的手机有Android 还有这个 iPhone 上面用的是iOS 然后微软 的这个 微软的手机上面 也有他的这个 Windows ME 那Blackberry 黑莓机上面 也有Blackberry的这个OS 他的作业系统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 在你要开始写程式的时候 怎么样去准备一个 适合这个撰写西语言的一个环境 那接下来我们以这个 微软的环境为主 好 那我们在这边会需要的是 CY CYG WRN这一套软体 那 Sigwin的这个 这个软体要安装 那另外 编辑器的部分 就是 Visual Studio Code 那Commander 就各位看 选择 选择要不要装 因为它就是一个 5字界面的一个下指令的地方 首先呢 各位到这个 Google里面 打Sigwin Sigwin for Windows 10 然后呢 你去找 底下有install 那install这个连结 点下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 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然后这边有一个软体 Setup X86 然后呢 64 exe 下载下来执行 这样 好 下载完之后 你执行 安装的过程 那中间有一些 这个请同学呢 去选一下 好 那你要记住 你要选 你要放在哪里 比如说 我后来把它选择 放到这个 Sigwin CY的Sigwin 里面 然后呢 这是package 就是说 你的这个套件呢 要安装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后面 他会 Direct Connection 他就直接 因为他这个只是一个 前期安装的引导程式而已 他还没有真的开始安装 所以他会透过 你是要下载下来装 还是透过这个网路连线去装 那我们可以选中间这个 直接透过网路连线的进行安装 所以透过网路连线的时候呢 他就会选择 这边有一长串的这个伺服器 可以让你选择 那你可以选一个国内的这个站台 去下载 好 那像我这边选了 NTU EDU.TW的这个站台呢 去当作伺服器 下载 下载下来之后 那他就会有个列表 抓到一个列表之后呢 你在view的部分呢 选择付我 全部 然后呢 你在这边打字 打GCCCore GCC-Core GCCCore 然后他就会有列表出来 那你选到这个中间这个 他有一个箭头 一个三角形的箭头 你把他往下拉 他本来叫Skip Skip就是不装的意思啦 那就选一个版本 那我这边选的是11.2.01 就选他 选完之后 再到刚刚搜寻的这个地方 再打GDV GDV 一样他会找出列表 那你就找到GDV的部分 一样按三角形 拉开之后 你去找一个 这个版本 那 建议各位先不要 找那个括号test 因为那个还是测试版 所以还不是很确定 是不是有bug 建议各位可以选 这个没有 没有test 然后比较新的 那完成之后 再来就是 一样回到刚刚的搜寻的 输入框里面 去把它打上Mac 然后呢 MAKE 再找到Mac 这个对应的 然后下拉选单选出来 找到一个比较新的4.3.1 这样子 都选完之后 接下来就按Next 他就开始下载并且安装 然后安装之后呢 就完成 好 那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设定环境 环境变数 所以你就先选择西朝里面 刚刚讲的Sigwin64 然后把这个路径呢 复制起来 复制起来之后呢 你接下来就是档案总管 然后这边有一个本机 好 本机的地方按右键 按右键的最下方 它有一个属性 好设定的部分属性 然后呢 点开之后会到这边 好 会到左边这个画面 然后呢 你再选一个进阶系统设定 好 进阶系统设定的地方 点开 它就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视窗 然后最底下有一个环境变数 环境变数 点下去之后呢 你看下半部 有一个叫系统变数的部分 下半部是属于系统变数 然后呢 你就去找到一个叫做PACE 路径的这个变数这边 点一下之后呢 你按编辑 你先选它再按编辑 然后编辑的时候呢 你就new一个 右上角一个new 然后你就把刚刚的路径呢 贴上去 贴上去之后按ok 好 那接下来呢 你去测试一下 是不是有安装成功 那你就是在 这个微软的作业系统 左下方 它有一个搜寻的一个功能 这边呢 打入cmd cmd的时候 它会找到一个黑框的 这个层次在这里 那你就点它 double click 点两下 它就执行起来 像右下角这样 好 那你可以输入红色框框里面的这个指令 这个 sig check cyg 然后呢 ch e c k 控格 要控一个减 c 再控一个sigwin 好 那它如果说有出现ok sigwin ok 代表它已经有装了 那接下来假设你要看看它的 gcc的版本是多少 你可以打gcc 控格减减 控格减减 vr sigwin 好 那它就会出现它的版本 如果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环境 代表说你的这个编译 西语言的这个部分呢 是完成了 好 那另外一个呢 是安装VSCode Visual Studio Code 我们简称VSCode 那各位一样在浏览器 浏览器上面呢 我们就选这个Visual Studio 我们就这个浏览器的地方搜寻的时候 打Visual Studio 这样子 好 那你找到这个之后呢 你点这个第一个的这个连结 过来这边它有很多版本可以选择 那你选择你的作业系统所使用的 那我们的范例的话是使用Windows的 这个是Windows 中间是Linux的 右边是苹果Apple的 好 那这边呢 那我们Windows的部分就选择 使用User的Install 然后64 或者你要用System的Install 也可以 就选择 看你的电脑如果是64位 你就选64 否则就选32 那它的ZIP是代表它不 不写到 这个作业系统的基码 那就直接是变成可移动性的 那你下载下来之后呢 另外一个方式 你可以像我上面的连结 点下去它这边就可以 进到这个画面 然后你就下载 然后你往这边可以点一下 它是下拉选单 你可以选你要的版本去下载 下载完之后呢 Double Click 之后去执行它 接受它的这个条款 然后呢下一步 它会问你说你要安装在哪里 基本上这些呢就是用预设纸就好了 然后呢就到下一步 底下这个呢 如果你不想要像刚刚设环境变速那么麻烦 你如果不想要那么麻烦的话 你记得这个地方要打勾 Add to Pass 好那你就按 Next 我这边有打勾之后按Next 它就安装 安装完之后就Finish 这样子 好那安装好之后呢 你去把这个VSCode执行起来 然后选择这个 这个看起来像积木的这个部分 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扩充套件管理 扩充套件的管理 点开之后呢 你去这边搜寻 找C斜线C++ C斜线C++ 然后选到它之后 你就直接按Install 那就会自动去帮你安装 安装好之后呢 安装好之后 它就有一系列的这个动作呢 可以帮你完成 首先呢 你点一下这边 Check 我C++ Compiler 你按下去 它就会自动帮你检查 它会找到之后呢 你就按OK就好了 然后呢 再来你就可以设定 底下有一个齿轮 在VSCode的左下角有一个齿轮 点开之后 最上面有一个command palette 然后呢 点开之后呢 会向右上角这边 你再输入 这个 C斜线C++ 它会出现一个editconfigurations 这个 好你选择这个 绿色空框的功能 点下去之后 会开向右边的 右下角这个视窗出来 好那有一个部分 这个有一个compiler的配置 这里面是空空的 所以你就要先去找到 我们刚刚安装sigwin的这个路径 sigwin底下一个vin 然后你就要 把这个路径贴上来 然后有一个gcc.exe档 就是把他指定给他说 当我们程式要编译执行的时候 是透过这个程式 这个compiler 你要告诉他 好那这边设定完之后呢 接下来下面这边有一个intelligence 这边 然后你就按下拉选单 可以选择c++ x64 legacy这样子 好那再来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设定档 好那compiler的配置呢 在这边他就会设定好 好再来呢 这边呢是task task的部分呢 是我们在程式要执行的时候 可以去设定他的一些参数 所以这边呢 好一样 把刚刚的这个comment palette 打开之后呢 然后呢去打 task task之后 你可以去选择create一个task.json 好 然后最底下选other 然后呢 在 这个部分 绿色框框大的 这个绿色框框是 本来没有的 那你可以去 增加一个参数设定 叫做arguments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这个程式 这个是属于 这个hello hello.c 所以他的作用是 你在这边 都会看到 vscore这边有一个按钮 你按他可以直接执行 那如果你不要做这么复杂 也没有关系 你在执行程式的时候 你只要下几个指令 其实也可以 所以这一些动作呢 是 这个额外的选项 然后如果你想要把他 这个 编辑器变得自动化一点 那你可以这么做 所以接下来有一个 play跟一只bug在这边的 然后点他 然后呢 2的话就是去选择这个 然后呢 接下来这边有一个 C++ gdb lrdb 这个把他点开之后 就会出现向右下角 这样子的一个设定的 的这个档案 那在这个档案里面有一些东西要填 最主要还是要去把 你刚刚sigwin的路径呢 贴上去 像这边有提到一个 像这边有提到一个 mi debug paste 你就把他的这个 gdb的路径呢 设定给他 这样子 好设定完之后呢 你透过terminal 那终端机的部分呢 就是在 VSCode底下会有个终端机 我们可以打指令的地方 那你可以选择你要用哪一个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 你要去设定 用这个 微软本身的command 或者是 那这个 sigwin所提供的 这个 bash的部分 好 所以你打terminal 然后呢 new terminal 下来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 三角形 你就往下拉 最底下有个select default profile的部分 然后呢 会出现像这样子可以选择的 那你就选择sigwin那一个 sigwin这个部分 然后你这边有个 这个部分 我没有截图到 就是你要 点这个 齿轮呢 去把 简简login的部分呢 把它移除掉 因为他这个参数 会是一个问题 好 那以上呢 是针对windows的部分的 vscode的设定 那后面的影片 我们再告诉各位 怎么样写一个 第一支西语言的程式 那这个页面呢 是在讲 在mac上面怎么安装 其实在mac上很简单 基本上就是透过 这个应用程式管理去 安装 去安装 插code xcode呢 你在这边下指令的话 你可以透过 witch gcc 它可以告诉你 gcc在哪里 那如果说你打gcc 减减 virgin 减减 virgin 如果没有安装 它会跳出来 问你说要不要安装 你按yes 它就开始装 装好之后呢 你再打 一次gcc 减减 virgin 它就会出现 这样子 所以 基本上也不用 動到什麼去哪裡下載之類那麼麻煩的事情 所以他就是 很簡單的在這邊打入 這個 在裝裝機上面打入 Witch GCC 查看一下他在哪裡然後呢去 檢查他版本他就引導你去安裝了 Linus 基本上GCC是預設啦預設他會安裝 這個軟體 所以像我在 這個Linus底下我現在的版本是ubuntu 20.04 裡面 那他預設就有GCC 所以我也沒有做任何安裝的動作 所以GCC-Virgin 他就出現了這個 那如果說你沒有的話 這個apt-get 去做安裝好如果有需要的 如果有需要的人然後再跟我聯繫 我再跟各位講怎麼樣去安裝 好以上呢是簡單的介紹針對這個 在真正開始寫 細語言之前的一些 基本的這個 電腦資訊 以上提供給各位參考 MING PAO CANADA